今次主要是有關燙傷的如何處理 雖然意外大家都不想發生,但如果真的發生的時候,需要如何處理? 首先我會講一講有關燙傷的基本認識 然後第二部分會再詳細講如何處理 燙傷基本上是受熱的液體、蒸氣、化學物品、電池等都可以來燒傷皮膚 皮膚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全身體最大一個器官 皮膚總共的重量是8磅,大概是3.6公斤 或者你將皮膚的表面面積攤開的時候是有22平方呎那麼大 皮膚主要是防水用來保護我們免受外界的影響 包括極端的溫度或者是免受紫外線或者其他有害的化學物質影響 亦都保護我們不受病菌、病毒的侵害 有關燙傷其實是有幾種,有幾大類的 包括是熱的燙傷,例如被火、蒸氣、熱的水錄傷 有電的,例如不小心觸電的燙傷 也有些是 chemical 的,例如不同的化學物品 包括我們日常在洗手間 或者廚房用的很多清潔劑都有些化學物品 當然,如果你在實驗室做的時候 亦都有不同的化學物品,亦都可能會有意外 太陽的光,亦都是一個輻射的燙傷 人們曬太陽曬多,亦都可以導致有燙傷 另外,有些我沒有寫下去的,例如 Friction Burn,例如摩擦表面的,如果人們爬繩時,一旦滑走的時候 繩和皮膚表面的摩擦亦都可以造成燙傷 還有一些carpet burn,即是在櫃的地毯做事 亦都可以不停地摩擦,亦都可以損傷皮膚表面 過兩天,其實是中秋節,我想給大家看一段有關煲立的影片 不是建議大家煲立,是建議大家不要煲立 不過是一段很短的影片,想給大家看一看 教你,什麼是中秋節最好玩的東西? 你想煲立嗎? 不行的,又危險又犯法 有沒有怕,這裡又沒有人? 玩不自拍,你說刺激 賣其他人的衣服 不是吧 什麼吧,來呀 劍頭仔 高男的精神呢,就在這個風 好, 吹一跳, 這麼大個? 怎麼做? 加多一點蠟啊 還不加? 沒了, 吧 你男人來的啊, 殺人三男才行的啊 來來來來來, 給我一點點 你們看, 店哥是不是越來越大啊? 我煲蠟說的, 不是那麼虛名的 你想不想再去大店舖呢? 憲哥, 什麼又是你們啊? 這麼巧啊, Madam 哎, 你們知不知道煲蠟是犯法的? 而且煲完蠟之後, 搞到到處都是蠟, 清潔工人怎麼稱你啊? 還有啊, 蠟燒到這麼高溫, 如果接觸到你們的皮膚 可能會造成第三級燒傷的 我應該怎麼做? 你把蓋子蓋上一個罐, 讓它自己沒有空氣 火箭就會熟了 憲哥, 聽到沒有? 大家看完剛才的影片, 建議大家不要煲蠟 不是說叫你煲蠟 下期訊 有一個, 可能你們在這段影片, 留意到一個名字 叫第三級燒傷 這個叫第三級燒傷, 接著就會講 這個就是皮膚的表面 解剖的圖 我們看到最頂的那層就是真皮 真皮其實是角質化, 是一層沒有感覺的 就是一層好像殼一樣的 接著下面那層才是真皮 真皮有不同的器官, 包括是毛浪, 皮脂腺, 寒腺, 分泌 然後就是皮下組織最底那層 血管通常在真皮和皮下組織中間走 亦會走上皮膚表面 至於第幾級燒傷, 就是看 燒傷的情況, 究竟是最淺那層 是表皮那層, 還是中間那層 最表皮的就是第一級燒傷 就是最表面的那層 中間那層就是二級燒傷 二級燒傷亦有partial partial即是部分, deep即是全部 而三級燒傷, 即是下面的底層 連脂肪組織都會破壞 這就是三級燒傷, 這就是最重要的 這幅圖可能大家看到蒙茶茶 但都是由淺到深, 最頂就是最淺 下面就是一路破壞越來越多 我們看看 第一個是一級燒傷 通常只是皮膚表面 因為皮膚表面有很多神經線 所以基本上是比較痛的 碰上去好像有點刺激 例如新疆是曬傷 夏天去游泳的時候 那些人穿著泳衣的地方 例如肩膊的位置 很容易燒傷 你見有些人在戶外工作的 如果他不穿著保護衣 即是不會穿著衣服 或者不會戴著帽子的時候 他皮膚的地方也很容易燒傷 通常來說, 如果你一級燒傷 大概六、七天到一個禮拜 就會變得更好 顏色就會慢慢淺 痛的地方也會燒掉 通常就不會有任何的 永久的痘痘 也會有二級燒傷 二級燒傷 要看範圍有多大 小的可能是小的水泡 如果範圍大的可能是大水泡 也會有的 至於三級燒傷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全力燒傷一直到皮膚最底層的脂肪組織 越深的時候 當然, 程度也越重要 但如果是三級燒傷的時候 因為皮膚表面的神經線已經破壞了 所以三級燒傷的時候 反而沒有什麼痛的感覺 因為神經線全部壞死了 三級燒傷很重要的 皮膚有時候會變黑 像碳一樣 黑, 而且有時候會變白色 跟著的圖圖 可能有些不太好看的 不過你們每個人都沒有吃飯 就是三級燒傷的那些 很快就過了 接著是怎樣 燒傷來到我們怎樣處理 最簡單的 最快手處理的方法就是 找水來降溫 一級燒傷的 例如剛才說曬傷 或者被水錄傷的 主要是曬傷 短時間被水錄的那些 有時候都是一級的 都不一定會出口的 通常就是 離開那個 曬傷的環境 例如 游水的時候 當然不要再在熱日底下曬 最快的方法就是 沖凍水 令它降溫 通常曬傷的部位 最好就是 穿鬆身的衣物 蓋住它 不要讓它再有其他容易 接觸到陽光 或者讓它再受到其他感染 第二級燒傷 就是比較深層 剛才我所說的 會出水泡 特別如果在臉 或者手的地方 很多時候都需要找醫生處理 例如晚上黑暗 第二天才看到醫生 那天晚上可以做什麼 最簡單的就是 用凍水來沖洗 凍水可以降溫 如果它出水泡的時候 最好不要弄穿水泡 通常因為水泡是一個保護的組織 如果你不弄穿水泡的時候 過了一段時間 它慢慢好回來 反而效果會比你弄穿更加好 當然 如果你去到我們診所的時候 我們都會幫你處理傷口 一些消毒 或者包紮好它 另外 如果是燒傷的範圍 例如在手腳的地方 儘量低高一點 因為那些血 通常會向下 如果你是 雙腳燒傷的時候 儘量將雙腳低高一點 讓血不要衝到雙腳 就不會那麼不舒服 接著就講到三級燒傷 三級燒傷 基本上 你們自己無法處理 就一定要找人幫忙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是燒得緊要的時候 剛才說了要把衣服脫掉 如果那些黏住的地方 譬如被熱水濾到 被熱热濾到 當然要脫掉衣服 但如果被火燒的時候 即是不幸運的時候 因為那些 因為很多時候 三級燒傷會黏住皮膚表面 就不要硬撕掉 如果臉是燒傷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傷者 坐起來 讓他的後腔 呼吸 不要受到影響 把頭髮高一點 讓他的呼吸 有暢順 還有 如果是手腳的地方 將他儘量低高一點 就要叫白車 盡快處理 然後就很快講一講 燒傷我們是怎樣分 範圍大小 這幅圖大家也看到 Rule of 9 每一個地方是表示9% 頭是9% 手是9% 每一邊手是9% 身體前面是18% 後面18% 每一隻腳也是18% 如果加起來 加起來 每一陰的地方是100% 通常就是 我們是怎樣估計 受傷的面積有多大 小朋友就有些不同 因為小朋友 通常你見到小朋友很可愛 就是因為他的頭 比例的身體 頭大很多 所以小朋友的頭的面積 比成人的頭的比例 比較大 小朋友的頭的比例是18% 其他地方 手和腳的地方 主要是比較減少 比成人來說 成人的腳是會長一點 你看到他的比例 我不同樣說出來 大家可以看回圖 另外一樣 大家 很多時候 不是整隻手燒 或者不是整隻腳 也不會說 新的表面 整個快 我們可以找一個手掌的大小 估計 究竟 那個範圍是有多大 這裡看 一隻手掌 成人手掌 連上手指 大概等於皮膚表面的0.8% 其他你們的圖圖看到 也不會再詳細 逐樣說 Chemical burns Chemical burns 就是化學物品的影響 很多時候 在家居的地方 很多化學物品都可以導致Chemical burns 下面所說的就是 最常見的 例如漂白水 現在很多時候 清潔為用1.99% 漂白水 所有含有ammonia的清潔劑 例如抹窗 抹鏡 清潔劑 洗手間 浴缸 除毛的清潔劑 或者有時通渠的藥水 或者傢俬 等到表面反光 其他所有的 我這裡下面提到的 全部都是 很多都是 可以導致Chemical burns 變成大家 要小心這些 如果在實驗室的同學 當然也要小心所有的化學物品 注意有哪些 可以導致Chemical burns 化學物品影響到的 特別是皮膚 如果是臉的表面的時候 一定要用大量的水來沖洗 大量的水是 以及一段長的時間 表示20分鐘 不是沖一、兩分鐘 記住要沖長一點的時間 除了身上可以有化學物品附著的衣物 沖完之後就要把地方蓋住 通常如果大家沒有特別消毒的dressing 最簡單就是用廚房的包食物的wrapper 那些是透明的 那些wrapper你可以比較是乾淨的 但你記住包的時候 不要不停地圈圈圈固住 輕一把表面的屁股 不要當它像泵太大的 做得太好 當然眼鏡如果弄傷的時候 第一最重要的處理也是充水 這裏有一個圖顯示,如果在實驗室有些沖水的地方 它會噴水上來洗眼,要洗一段長時間,即20分鐘 當然,如果你在其他家居或宿舍真的不幸運 如果有化學品進入眼,你不會有這個儀器的時候 當然就是沖花灑,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把花灑開帶來沖眼睛 不要直接讓高壓的水沖到眼睛 寧願它不停地流,但不要對證 如果花灑太強硬的時候,可能會直接受傷 眼表面已經特別敏感 如果你找一些高壓的水來射它的時候,會更加可能影響表面 記住時間長,就不是要大力地沖 當然,如果弄傷眼睛,第一時間一定要 沖完之後,就要去急症室 如果是晚上刻,會影響到眼睛 大家要小心處理 最後,我有一段影片 又是一段YouTube給大家看 如果遇到火警,如果不幸運 衣服燒傷的時候,第一就是停 第二就是趴在這裏,第三就是滑來滑去 大家可以看看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有點會再次去看 再次採用下腿 快速 doesn't worry about getting dirty or hurt yourself oh sorry okay 一切都可以 常常突然地陥上 i know you know your skin may continue to burn even though the fire is out 粉絲和皮膚都很濃烈 不要用冰、粉絲和粉絲 只用溫度溫度 今天的討論主要是講這些 希望大家注意健康 中七節快樂